這個蛋白質在子蛋白裡面的形式 一般有時候我們稱它叫什麼 叫做在子蛋白 Apple Lipoprotein 或是我們稱它叫Apple Protein 或是直接以三個字母 Apple 來去指稱 不同類型的在子蛋白 在一些子蛋白的形式裡面 那這一張表格 我是幫各位 summary 幾個主要的在子蛋白架構 在哪一些類型的子蛋白 它是主要的組成分 那畫紅線的地方 是你們要看的 還有一個框框 主要是要知道說哪幾種 這個子蛋白 它的在子蛋白的組成是什麼 譬如說VLDL 最常見的就是C-type的 Apple Protein為主 那LDL是V-type的 譬如說V100 這個為主要的 當然很會跟它混淆的 就是另外一個C-micron上面的 這個在子蛋白 叫V48 主要它會考你 大概是考這個東西 那因為我們知道 LDL要靠V100 來去Medi 一些所謂的LDL receptor的 一個結合 來進行包吟作用 進入到 細胞裡面 來去進行必要性的代謝 所以V100 在LDL的代謝機制裡面 非常重要 需要靠它來去 美藉這個整個的一個 作用的途徑 好 我們要進一步的來去 講解的 就是講到 這一個子蛋白 可以由離於 不同的組織間 來去進行所謂的 紫質的運送 可是這與紫質的運送的 一些機制 大致上分幾種 一種就是外圓性的 紫質的運輸的一個路徑 那講到外圓性 一定是跟什麼 跟消化系統有關係 我們吃進來的食物呢 透過消化你的 所含有的這個脂肪 還有膽固醇 可能就是透過一個 消化道的 所謂的乳化的機制 來吸收嘛 我們有講過了 紫質一旦 以三酸甘油的形式 嫁接 進入到我們的 這一個 小腸的 這一個 龍毛的 這一個 龍毛細胞 然後直接再嫁接成 三酸甘油 以努米為力的形式 進入到淋巴管 最後再 再擴散到 這一個 血液的 這一個循環 那它會 以什麼樣的 嫁接的 紫蛋白形式 來去整合呢 這個你就要記得 通常外圓性的路徑 其實都是用 以魯米為力 這樣的一個 紫蛋白架接物 直接來去進行 運送 那運送當然 這中間 透過這個血管 你血管壁 有一些 所謂的血管壁 依賴性的 這種所謂的 脂鹼酶 這些內皮細胞 都會含有 這種脂鹼酶 可以把 這個 魯米為力裡面呢 一少部分的 一些 三酸甘油 把它做 所謂的 裂結反應 提取出一些 所謂的 油離 這種脂肪酸 還有甘油 的組成 所以你看 下面這張 就是要告訴你 如果這個 這個 Liboprotein的 這一個 特異性的 在血液循環當中 在這個 血管的內皮細胞 把這個 魯米為力上面的 酸酸甘油 把它做一個裂結 實際上可以工作 什麼 周遭的組織 去利用 包括你脂肪酸 可以吸收到 細胞裡面 去進行什麼 進行 所謂的 Beta 氧化的一個 分解的機制 產生能量 對不對 好 那 除此之外 當然 你有可能 你沒有被 進行氧化 基本上 就直接 以酸酸甘油的形式 就儲存在哪裡 儲存在我們的 這個 脂肪的組織 脂肪細胞 那 劣解下來的 幹油的骨架呢 就可能 重新 回油到 肝臟 跑回到肝臟 然後呢 由肝細胞來接收 去進行什麼 一個 主要的路徑 就是直接 以幹油 去進行零酸化 變成G3P 那 以這個G3P 這樣的一個 酸糖的 這個磷酸根的 加基物 直接進行走 所謂的糖質性生 骨口 去合成葡萄糖 或是 它直接 以G3P的形式 去合成什麼 磷子類 就是所謂的PA 我們上個禮拜 講過的 就是所謂的 磷子酸結構 是有幹油 整合效果 為什麼 因為幹細胞 它還有什麼 一個所謂的幹油基酶 它可以直接活化 去合成所謂的 G3P 去往下 游去走 所謂的PA 的深合成 然後去合成一些 複雜形式的 一些 phospholipid 好 來去進行這樣的 一個合成的 一個機制的整合 好 不管怎麼樣 像你的Color Micro 如果是在這個 血管的循環過程當中 被提取掉 接收 一部分的這些 像像剛剛有提供給這些 做到的細胞 利用的時候 它是不是 它的含質量就 慢慢的減少了 所以你看它的 particle 就越來越 變得 變得比較小 那個 直徑看得比較小 那剩下的這些 Color Micro呢 就會怎麼樣 直接進入到乾細胞裡面 由乾細胞來統籌 來分配它裡面的 剩餘的這些 三生甘油 或是脂質的 或是膽固醇的架結物 好 那這就是 外圓性的一個 脂質的運送的路徑 是透過這種方式 來去進行的 那接下來要講的就是說 你的乾細胞 如果接收了這些 脂蛋白裡面的 這些脂質成分的時候 那接下來 下一步要怎麼去做 因為我們知道 乾細胞是一個很重要的 什麼 一個配發的一個長處 所以 除非你的周到細胞 需要來去 重新再去利用這些 這些脂質 所以 如果當周到細胞 已經發出的訊號說 我要去利用這個脂肪酸 來去進行 一些必然的一個 產能的代謝 好 那乾細胞 就會做一件事情 好 它會去 Assembling 去Package 另外一個形式的脂蛋白 叫什麼 叫VLDL 好 那因為它是在 這個 乾細胞的ER 內脂網 裡面 透過這個內脂網 來把 BioSynthesis 配出來對不對 脂肪酸啊 這個延長反應 或是說一些 複雜形式 指示的一些 代謝生合成 甚至是什麼 膽固醇 膽固醇的合成 也是在ER裡面進行的 所以 連同膽固醇 好 三春乾油 這些脂肪酸結構 就會包裹在一個 一樣的這種 所謂的 脂質的顆粒 然後 由在脂蛋白 去進行整合 最後形成 脂蛋白形式 這就是 VLDL 然後由乾細胞 直接透過 包兔的機制 釋放出來 進入到血液循環 一樣 這血液循環過程當中 一定或多少 還是會有這個 所謂的 三春乾油提取的動作 由周到細胞來去吸收 接收 所以慢慢的怎麼樣 減少它的density 而不是減少density 是增加它的density 然後減少它的含質量 然後剩下來這些 比較密度 沒有這麼的 就是沒有這麼的低的 這個高密度 比較高密度的脂蛋白 慢慢的循環 循環在這個 周到的組織 最後你的大部分的組織 是可以 透過一個 uptake的機制 來去接收 其中的一個脂蛋白 叫LDL 所以最終呢 LDL會由 這個周到組織上面的 細胞膜的 很重要的一個受體 LDL receptor 來跟它結合 跟這個LDL particle 上面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 在脂蛋白 叫V100 我們上禮拜講過了 那list給各位看了 就是說這個 載子蛋白 理論上來講 它可以怎麼樣 去跟這個resulte的蛋白質 去進行整合 集合之後呢 它會把它 透過一個 包吟的機制 把它接收進去 到周到組織 來去完全地 digest 你的這個LDL particle 然後release出來的collection 就可以被我們的周到組織 來去進行利用 好 那沒有被用完的collection 如果在周到組織 有可能兩種 形式 一種就是它 直接以collection east 就是所謂的 擋固存置化物 直接儲存 要不就是 以游離形式的擋固存 又重新再怎麼樣 包裹成HDL 重新再釋放出來 然後進入血液循環 再尋游回去到這個幹細胞 來去接收 好 所以 除了這兩大主要的機制 一個外源的消化道吸收的 運送機制 還有幹細胞 直接以VLDL 然後直接分泌了這個 所謂的 攜帶脂質的這種 脂蛋白 來提供周到組織 利用其中的LDL 可以透過LDL receptor 直接進入到細胞裡面 來提取它的膽固存 或是一些殘子的這些成分 給周遭利用之外 它還會再走第三個主要的路徑 這第三個主要路徑 我這邊有mark起來 原本的講義沒有寫 這第三個路徑叫什麼 叫做 逆行的一個膽固存回收 的運送機制 等一下我會秀給各位看 那下面的這個講義會有寫 叫reverse collateral transport 的passway 就是第三個主要的 子質的運送機制 就是這個 因為它要靠HDL 來去回收 周到組織沒有去利用到的 膽固存 重新再填補回來 包裹在這個HDL 或者這個 lippoprotein的particle 然後重新再回到這個 幹細胞 然後由幹細胞來去pick up 來去擷取 然後重新再去整合 所以 有可能內緣性跟這個 逆行的這個 子質運輸的機制是 來回循環 是來回循環 那你就要知道了 所以說 media的一些reverse 如何來去運送這些 子質的content 你大概要有印象 這個也是 考這個 這個章節的 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所以後面呢 大概就在 把這幾個主要的一個 子質的運輸入境的一些細節部分 再來跟各位加強一下 一些比較重要的地方 譬如說 在血液循環裡面 你不要以為說 我們的子蛋白 就因為風不動了 一直在這個血液裡面運送 直到它的target 這個所謂的周到組織 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血管 也富含很多這種 所謂的組織啊 對不對 這些細胞啊 這些 尤其是內皮細胞 所以你看喔 這個血管壁上面的內皮細胞 如果把它放大來看 照理講 它這個細胞膜上面 其實也勘合了很多的什麼 所謂的子解酶 故作形式的子解酶 我們稱它叫LPL 叫所謂的 Leapal Protein Lipase 這個 所以這個 Leapal Protein Lipase呢 它會 特殊的去against 你的這個 不管是Caromicron 或是所謂的VLDL 好 它就會特異性的去怎麼樣 去把這個 Leapal Protein裡面的 這些酸酸幹油啊 把它怎麼樣 擷取出來 然後進行所謂的 這個裂解反應 裂解就是什麼 這個脂肪酸嘛 跟一個幹油的骨架 對不對 好 那後面我們就講過了 就是說 這個可以提供給我們的這些細胞 來去 利用這個脂肪酸 來進行氧化的代謝 產生能量 那幹油的話 有可能也許 它會再 重新再回復到哪裡 再提取回到這一個 這一個血液的循環裡面 尋回到這一個 所謂的肝臟 或是直接游收到細胞來 去利用這個幹油 重新或是架接脂肪酸 的這個脂質的組成 OK 這是最主要的 這樣的一個 一個 一個運輸 這樣的一個機制 那我們講到 如果是從幹細胞裡面 要去分泌的另外一個 脂蛋白 要釋放到我們的 這個血液系統裡面去 以DLDL的形式 來去進行 所謂的包裝 那 你要知道 它到底是從哪裡 去進行這樣的一個 package 那主要是在ER裡面 然後過渡到高基氏體 然後 充滿了非常多元的 一些脂質的成分 包括哪一些呢 大概是三酸甘油為主要 還有膽固醇 還有膽固醇 還有膽固醇質化物 還有一些所謂的 磷質類 像Phosphatidylcholine 這些 然後呢 在高基氏體 更一樣的 透過這個 Predible Protein的 這樣的一個填充 慢慢的再嫁接一系列的 這些其他的這個 靈質質 然後結構物 最後 以這個粉紅色的這種 所謂的VLDL的 Policle 透過所謂的 暴吐的機制 是Visco 這樣的一個 Formation 跟所謂的 這個 Exocytosis 把這個VLDL的 Policle 直接 然後 這個 到這個 細胞外面去 來去進行所謂的 這個釋放 然後進入到 循環的 這個系統裡面 那是最主要的 VLDL的一個 運輸的一個 Pathway 在細胞內 好 接下來要講另外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 關於 就是說VLDL 如果在血液的 循環的機制裡面 慢慢的它的 這個 含質的 這個成分 被提取掉 慢慢的它的 Density會增加 最後 轉化成 LDL 這個 Libble Protein Particle 那Libble Protein Particle 就是有一個特性 它不會 完完全全一直在哪裡 在血液裡面 一直循環 好 一直在那邊運送 它直接可以 被周到組織 來去Uptake 好 來去接收 那接收的機制 是怎麼來的 一定是透過 一個所謂 所謂的 一個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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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格蛋白 所媒介的 一個所謂的 包吟的機制 來去接收 這個 LDL Libble Protein Particle 可是重點 就在於說 LDL Libble Protein Particle 上面一個很重要的 載食蛋白 Apple Protein V 幫我括號一下 後面寫 V100 就是屬於 Type V 是100 這種所謂的 Apple Lipo Protein 它會跟LDL receptor 去進行結合 認知結合之後 它穩固的結合上去 就會引發的 一個所謂的 Cathrin的這個Visicol 產生一個這樣的 一個網格蛋白 所媒介的 這樣的一個 包吟小炮 它形成之後呢 當然連同被 接收進來的 LDL receptor 在這個包吟小炮 會因為 藉由跟Androson 或是Lysoson 的酵素 去 去進行所謂的融合 可能部分的 這個LDL receptor 會被酵素分解 要如果 其他的需要 再重新再去 recycle用的 這個 receptor 可能再透過 其他的 recycle你的這個 Visicol 再重新 跑回到這個 細胞膜上面 然後重新再去 進行所謂的 LDL的辨識跟 跟結合 來接收 剩下來 已經接收進來的 這個LDL particle 上面的蛋白質 跟還有含脂質 就會透過 Nysoson 裡面的這些 消化的酵素 去進行初步的分解 把細胞 不是細胞 是這個 這個 脂蛋白的 這個 蛋白質 把它做一個分解 然後release出來 一些 主要的 脂質成分 那我們知道 LDL裡面 佔比重的 比較多的 就是所謂的 膽固醇 所以這膽固醇 就會含掛在 這種所謂的 Lysoson 這個 particle 好 那你的蛋白質 被分解了 就以胺基酸的形式 提取出來 進入到 胺基酸儲存池 重新可以 被細胞去利用 去進行 蛋白質的合成 或是進行 胺基酸必要性的 一個代謝 跟轉化 剩下的這個 膽固醇呢 它就會被 釋放出來 好 釋放出來 我們知道 其實這種 游離形式的 膽固醇 可以做一些應用 比如說 直接拿來 去 去進行什麼 一些所謂的 調節的一個機制 譬如說 我們在講 膽固醇的合成的機制 它不是說 如果你的細胞內的 膽固醇含量增加了 是不是它會走一個回路 去 去抑制誰 抑制這個 HMG COIN-A的還原酶 的活性 來抑制膽固醇的合成 那不只是如此 你膽固醇 也可能會走一個 所謂的 長的 這個 調節的路徑 去抑制什麼 LDA receptor 的蛋白質的合成 所以它就不會 Expose在這個 Cell membrane上面 來去 Madea LD Uptake 這樣的一個 pathway 那再來 還有一個機制 是什麼 它可以透過ACAT 這個所謂的 CG轉位酶 先架接一個 脂肪酸長鏈 在這個 擋固醇的第三個炭上面 滋化 變成一個 擋固醇滋化物 然後儲存在這個 儲存在這個 儲存的這個 油小D裡面 以這個 膽固醇滋化物 暫時 先把它 安置在這個 細胞內 直到細胞 需要再需要 利用到這個 膽固醇 它重新才會在 透過這個酵素 一樣的 再把它 轉成所謂的 free form 這個collectual 提供細胞來利用 好 好 這個就是一個 很重要的膽固醇 在細胞裡面的 一個代謝跟調節的 一個回路 好 那這張圖呢 就是告訴我們 各位 擋固醇 如果在做到細胞 沒有被充分的利用 有可能另外一個機制 就是什麼 直接從細胞裡面 把它提取出來 進入到血液循環 當然 進入到血液循環 要運送擋固醇的 就不是LDL 是HDL 來去接手 進行這樣 運輸的一個機制 好 那當然 這個一定有相當的比例 擋固醇是可以被什麼 HDL 這個 脂蛋白 來去進行接收 去進行回收 所以有人呢 就利用說 血液當中 你的擋固醇含量 跟脂蛋白 這個HDL 含量的一個ratio值 我們可以來評估說 到底你血液裡面的 含質量 擋固醇 的濃度是高 還是低 如果 這個比值 濃度的比值 如果高過某一個ratio值 譬如說4.5 表示什麼 你的檔固醇已經高到 合乎常理的範圍之外了 所以可能就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risk factor 一個風險因子 可能會耗發什麼 一些心血管的疾病 尤其是心臟病 就是可以來當作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指標 那因為他要透過HDL來去攜帶檔固醇 所以HDL呢 可以逐步的在血液循環過程當中 提取從周到組織所釋放出來的這些檔固醇 直接再嫁接回去到這個particle裡面 以檔固醇滋化物的主要形式 進行所謂的回收的作用 進行回收的作用 好 那你要看這個HDL上面的這個 在籽蛋白是屬於哪一個type 一開始還沒有進行回收 在籽蛋白是type A 然後回收過程當中慢慢轉化 由P這個type C 去進行所謂的過度的一個轉化 好 那最後你會知道說 為什麼這些檔固醇 可以透過一些滋化的一個反應機制 來去進行 因為主要是透過這個在籽蛋白 去活化一些特定的吸轉位 好 在這個細胞階層裡面 這個脂蛋白可以去把怎麼樣 把這些需要進行包裹的這些檔固醇 進行滋化反應之後 再包裹進去到這個質的這個 脂蛋白顆粒裡面去 那不管怎麼樣 你的HDL要回溯到這一個 這個肝細胞裡面去進行所謂的 這個逆形的這樣的一個接收的一個路徑 那中間也會過渡到 它一定會跟VLDL碰面 對不對 那VLDL這個脂蛋白 會把部分的 部分的三酸甘油 接收把它提取給這一個HDL 然後讓HDL 順便運送一些三酸甘油 再回溯到這一個肝細胞裡面去 透過這個逆形的反應的一個途徑 來去進行的 那我們前面不是講這個 A-type的脂質蛋白 它會去活化一個很重要的酵素嗎 就是這一個 叫Lacicin-Collestyl-Acele Transfer 也就是說它可以從一個子彈 這個零脂類 把一個脂肪酸從零脂類 把它脫解下來 轉接到這個膽固醇 在第三個湯上面 來接上一個脂肪酸 來轉化成膽固醇滋化物 這樣才能夠方便它怎麼樣 被包裹到這個HDL的 脂蛋白顆粒裡面去進行運送 這樣的一個機制 好那剛剛講到這個LDL的 這個Pollicle 在細胞裡面可以充分的 跟這個Receptor接收 然後來 被這個周遭歐的細胞來去吸收 充分的利用這個裡面 所含有的這些檔固醇的組成 可是會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萬一你的這個LDL Receptor 外出現了異常 就是說它可能原始的這個Original基因 表現如果會有缺陷 就是它有產生突變了 表現的這個LDL的Receptor 如果有缺陷的話 那基本上來講 它是不是就沒辦法去施掌 可以去接受LDL 脂蛋白從血液循環裡面 把它update進來到細胞裡面去 去進行檔固醇的利用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LDL Receptor 它的結構 它其實它就是一個單一穿模的 一個膜蛋白結構 那你要看到說 它的主要expose在細胞表面的 主要是它的N Terminal 尤其是在N Terminal上面 有一個所謂的System Rich的Repeat 這樣的一個Domain 我們就會稱它叫R Domain 它有好幾個R Domain 其中的R4跟R5 這兩個Domain是主要的 可以被這個LDL上面的 B100的那個再次蛋白 去認知來結合上去的一個位點 那當然無毒優惡 也就是說這個R Domain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去 這個結合這個LDL 脂蛋白把它update到細胞內 非常重要的一個區塊 萬一這個區塊在基因表現的Label上面 它氨基酸的序列出錯了 可能表現出來的這個Domain 沒辦法去跟這個LDL去辨識的話 那就會造成一個問題 LDL就沒辦法有效率的被什麼 這些主要細胞來去進行接受 那就會無毒有二的在血液循環的裡面 LDL的含量就會慢慢的增加 就會造成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症候群 叫高血脂症 就是家族性的比較 遺傳性家族性的比較偏多 這種高血脂症 那這種高血脂症有分成所謂的 同型核子的 或是異型核子的缺陷 就是主要是指誰 LDL receptor 所以我打了一個重要的信號 就是告訴你 一定會講 如果考試考你說 這種所謂的高血脂症 或是家族性高血脂症 主要的成因是什麼 你要記得 主要的成因是因為LDL receptor的缺陷 Deficiency 造成它沒辦法去充分的updateLDL 造成你的血液當中的膽固醇含量漸漸的增加 所以你看喔 如果是完全缺陷了Homozygol的這樣的一個patient 身上你會發現 他的血液裡面的含膽固醇的濃度 竟然可以高達到600到1000mg 一般正常的成年人的血液當中的膽固醇含量要低於200mg 所以你看這多高 所以基本上來講是非常高風險 很容易造成一些所謂的冠狀 新冠的這個疾病 造成一些性血管的一些疾病出來 主要原因就是因爲什麼 完全缺乏LDL receptor被合成 因為它即使合成出來也是有缺陷 這個基因不表現 或是基因表現有缺陷就會造成這個 如果是Hedrolygol等於 表示它其中的一個allure的基因 還是算正常 所以可以compensate 多少可以代償一點 這個LDL receptor的功用 但是還是不足以去maintain一個為止正常 這個接收LDL的這些代謝的這些功能 所以你看它的血液裡面呢 膽固醇含量還是高達300到500 之間 所以 歸咎原因也知道 跟它的LD receptor的缺陷的機制是有關係的 好 所以造成的這個高血脂症很容易 一號發的一個心血管疾病就是什麼 冠狀動脈的硬化 硬化症 所以這是一個所謂的一個病理的切片 切片圖 就是一個冠狀動脈 一個過世的這個患者 把它的冠狀動脈 拿它提取出來 然後去做一個切片 對一個組織的檢查 會發現它的冠狀動脈的這個管壁啊 就異常的增後 有沒有看到這個透過特殊藍色 它有一層厚厚的這種橘黃色的這個 所謂的膽固醇的滋化物 大量堆積在這樣 這個血管壁上面 而造成你的血管的管壁 管徑狹窄 造成硬化的這樣的一個機制 OK 那這一張圖呢 就是幫各位整理出來的一些 不同形式的這個紫蛋白 它裡面的主要的紫質的含量 還有組成是什麼 這個是幫各位整理出來 你要記憶的重點主要是什麼 就是這個CALMICRON跟VLDL還有這個 VLDL還有LDL 這兩 這三個 為主要的為什麼 你會知道說 如果你知道這兩個 這兩個LDL跟這個CALMICRON 其他兩個應該都大概可以理解 因為VLDL 它含的三酸甘油的 成分比較多 它等同於這個CALMICRON 那LDL 含這個膽固醇的含量比較多 那再加上HDL 我們知道它要走一個所謂的 逆行性的運輸 回到肝臟說HDL 最主要扮演的功能 就是要怎麼樣 接收膽固醇 所以它裡面含膽固醇的含量也是 蠻高的 所以這樣的一個組成分 大家要知道 還有重要的是下面的這個Function 這幾種類型的蛋白質 主要的功能是什麼 對不對 譬如說CALMICRON 主要是什麼 可以來去運輸 從我們食物攝取進來的 三酸甘油 把它提供給做到的細胞 或是直接運送 回到那個肝臟 這個VLDL是怎麼樣 直接由我們肝臟 所合成的 這些三酸甘油 再把它運送 提供 提供給這個周遭組織 來去利用的 主要的一個 是蛋白形式 常常會考你 大概是考這兩個 會比較激動 LDL是會考它的高血脂症 還有它的整個的 代謝的這個路徑 然後會講 這個部分 那膽固醇呢 我們也知道 周遭的組織 也可以拿來利用 膽固醇 對不對 可以去合成什麼 合成 類固醇 的荷爾蒙 或是合成膽酸 或是去合成膽固醇的一些 延伸的一些 嫁接物 延伸醬物 都可以來去進行 這樣的一個生核症 好 好 那講到膽固醇 在周遭細胞的利用形式 其實目的就是怎麼樣 我們知道 如果它從LDL這個Policle 被接收進來 到細胞裡面 它會形成一個液泡 對不對 這個 跟這個 溶媒體來 產生一個融合 產生一個這個 溶媒小泡 那這個溶媒小泡 在水桶裡面 這個膽固醇 如果要把它提取出來 到細胞質 它要靠一個機子 就是需要有兩個蛋白質 來去施掌 這樣的一個 運輸的一個功能 這兩個蛋白質 我們稱它叫NPC1 跟NPC2 它名稱的由來是什麼 由一個病針 命名而來的 這個病針叫做 尼曼皮克症候群 所以是 以尼曼皮克這兩個人的名稱 來去做一個命名 因為它是Type C Syndrome 所以我們簡稱NPC 後來發現 在萊塑酸裡面 有兩個很重要的蛋白質 負責可以來去怎麼樣 去進行 擋固醇的結合跟運輸 轉位的作用 像Type 2的這個NPC 它是一個Cerval 一個可溶性的蛋白 因為在哪裡 在萊塑酸的Lumen裡面 可以跟這個Cerval 去進行所謂結合 那如果是Type 1的呢 剛好位在這嗎 萊塑酸的Membrane上面 可以把Cerval 從萊塑酸裡面把它轉位出來 到細胞質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媒介的蛋白質 來進行所謂的運輸 這張圖就是秀給各位看 這兩個蛋白質主要的功能 在萊塑酸裡面 先由Type 2 這個 這個油理的蛋白質 先跟這個檔固醇 進行結合 把它傳給誰 傳給MPC1 這個傳遞的機制 稱它叫所謂的 Hydrophobic Hand-off 的一個mechanism 就是所謂的替換 就是所謂的 因為他們要能夠跟檔固醇 來去進行結合 表示什麼 一定要利用這兩個蛋白質 主要的一個 輸水的活化核心 來去進行所謂的架構跟整合 來去結合檔固醇 之後再把它轉位給 另外一個partner的這個蛋白質 來去接收 所以純蘭都是過渡在什麼 輸水的環境裡面 去進行這樣的一個替換 所以我們唱到叫所謂的 輸水替換的一個傳輸路徑 從MPC2來轉化成 到這個MPC1 最後再把它轉位出來到Cytosol 給細胞來去利用 那問題就是說 萬一這兩個蛋白質 也產生缺陷了 它沒辦法去施展這個結合 跟運輸的功能的話 那是不是會造成什麼 你的檔固醇 大量堆積在這個Lysosol 而造成一個所謂的 直直的儲存的症候群 你的細胞裡面 富含大量的這個Lysosomal Collective 堆積在我們的細胞裡面 造成一些 Anormal的一些 細胞的一些異常的病變 就是所謂的 直直堆積症 所以你要記得 尼曼皮克的症候群 就是一個膽過醇堆積所造成的一個病症 那當然你知道啊 細胞如果堆積直直過高 會造成細胞的一些病變 最首當其衝的是什麼 我們的神經系統 腦組織 或是我們的這個皮脹 肝脹 就會造成過度的 所謂的這個內臟脂肪過多 產生了一些病症出來 好 那講到檔固醇 當然一定還要再回過頭來講這個東西 檔固醇如果在我們的身體裡面代謝 將來如果他沒有進一步的被利用的時候 他理所當然一定要怎麼樣 透過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代謝的回路 把他怎麼樣排出體外 所以檔固醇 這裡有寫 這一行 這一行話就是要告訴你一個重點 檔固醇一旦被合成出來 或是從食物吸收進來 它這個 這個 固醇環的結構 沒辦法被充分的把它 裂解 變成CO2H2O 就像糖類啊 或是 這個 脂肪酸的 這個 碳氫鏈 結構 就可以把它完全氧化變成CO2H2O 可是檔固醇不行 所以他沒辦法去走一般常見的所謂的產能代謝 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 唯一的幾個主要的路徑是什麼 第一個 把它轉化成 膽酸 喔 那膽酸 我們知道其實它就是膽鹽的一部分 那膽鹽又從哪裡來 就是我們的這一些胰臟啊 或是 膽膽啊 或分泌的一些消化液 對不對 最後組成的一個組成分就是膽鹽 那裡面有絕大部分是由膽固醇轉化出來的膽酸 建構的 那膽酸的功能主要是在 消化系統裡面可以去乳化 我們直接來食物裡面的脂肪 這些脂質的成分 幫助脂質能夠代謝跟吸收 所以它可以 第一個部分 先把它轉化成膽酸 那這樣排放到我們的消化道 最後怎麼樣 部分會 可以以糞便的形式 排出體外 這是一個排放的一個路徑 但是 我要跟各位講 其實膽固醇可以 絕大部分都可以循環再利用 即使它合成的膽酸 還可以再吸收回來 所以有高達95%的膽酸 在我們的消化道還是可以再被回收 除非你的膽固醇不是以膽酸的形式 可能也許它會被轉化成膽固醇的其他的轉化的延伸產物 譬如說下面這兩個 這個所謂的糞 膽固醇 或是氧化膽固醇 這兩個 Coprosteno 或是Colasteno 這個東西 因為它是接了氫離子上去 接力氫離子 這個氫化的一個膽固醇 那加上它還有這一個槍基結構 或多或少多增加了它的極性 可以方便膽固醇在我們的消化道 腸道裡面去進行所謂的運輸 排放 那為什麼會產生這兩個呢 主要是因為我們腸道裡面有一些細菌 它可以把膽固醇做這樣的一個氫化的反應 把它轉化成這樣的一個膽固醇延伸產物出來 好 那剛剛講到膽酸嘛 所以膽酸的Biosynthesis 你大概有個印象 就是說 主要呢 它可以在肝細胞裡面去進行必要的一個轉化 好 那肝細胞它做什麼轉化呢 其中 你一定要記得 膽酸要進行轉化 要靠一個很重要的酵素 哪一個酵素 這個氫化膜 那這個氫化是要特別去做什麼樣的氫化 在膽固醇的第七個碳結構上面 在這裡 就接上一個OHG 接上一個槍劑 先以這個為起始 然後後面呢 可能有許透過許多的 策鏈的修飾煤 去進行轉化 就中間過渡好幾個 你看 再接上一個追劃 追擊 進行追劃作用 所以接了槍劑 再接追擊 怎麼樣 增加這個膽固醇結構物的什麼 溶水性 水溶度 好 增加它的水溶性 好 那這樣的話 以這樣的一個追酸 的這樣膽固醇結構物 就以膽酸的形式 進入到我們的這個膽固 以膽管 跟其他膽原的一個組成分 把它混合在一起 那不管怎麼樣 它後面的整個的conversion 還會再接上幾個主要的關燃機 其中兩個比較常見 一個叫肝氨酸 一個叫牛黃酸 好 那接到膽酸上面就會 架接變成什麼 牛黃膽酸跟肝氨酸 這兩個 所以膽酸的結構 包含哪幾種形式 如果考試考出來 你不能不會打 主要三種 一般未嫁接的 有沒有這有寫 未嫁接的膽酸 還有嫁接的膽酸 哪兩種 牛黃膽酸跟肝氨酸 那一般又稱這種 嫁接的膽酸 我們稱它叫 什麼 一級膽酸 等於說它完全沒有被conversion的 初級膽酸 好 進入到消化道之後呢 這些膽酸 會再消化到被一些益生菌 好 再做轉化益生菌 非常喜歡這種 硫磺酸跟肝氨酸 因為可以當作它的主要營養來源 所以再把它裂解下來 再把它裂下來 變成這個所謂的裂解後的 unconjugated膽酸 這時候 我們才會稱它叫 叫所謂的刺激膽酸 是這樣 刺激膽酸是可以重新再被回收 再回收利用 好 那這個就是膽酸的 在我們的肝臟跟消化道之間 它的整個的一個 recycle 的一個 circulation 的一個 pathway 那這個 recycle的 pathway呢 一般我們稱它叫做 腸肝循環 腸肝循環的一個機制 所以你要記得 如果要秀出來一個腸肝循環的一個機制 不要是指什麼 就在消化道裡面 你的膽酸的整個的一個 釋放跟再吸收利用 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mechanism 好 所以這個你看喔 這是膽酸以膽炎的形式 進入到檔檔 然後 在排放到哪裡 在我們的消場 消化道 所以這消化道裡面的膽酸的組成 只有5% 甚至小於5% 以分別的形式排出去喔 所以你每天大概能夠 排放的膽固醇含量大概 0.2到0.6克左右啦 大部分呢 百分之95% 就怎麼樣 透過腸肝循環 再回收回來 好 那當然這回收裡面的膽炎成分 不阿烏就是一些刺激的膽酸啊 好 為主 來去進行回收 所以可以回收到12到32克 每天 好的這樣膽固醇 來去進行這個利用 好 那最後講到這個膽固醇 可以拿來做其他的什麼樣的用途呢 最大中的 就是拿來去合成類固醇荷爾蒙 好 類固醇荷爾蒙 那講到類固醇荷爾蒙呢 你要知道膽固醇它的主架構會是什麼 27個碳的對不對 含有4個固醇環 這個很重要喔 那你要知道27個碳 第17個碳上面的測電結構 在進行類固醇荷爾蒙的一個合成的過程當中 一定要被切割掉 一定要被裂解下來 才能夠保有它的固醇環結構去進行轉化 來合成類固醇的激素 所以一開始膽固醇要去合成類固醇激素的時候呢 然後先做一個動作叫做支鏈的裂解 這個支鏈裂解這個酵素在哪裡 在Malocondria 在立腺體裡面 一個所謂的測鏈裂解酶 叫Dismoles 透過這個Dismoles 或是它有一個別名叫P450 P450 測鏈裂解酶 SCC P450 SCC 然後去進行結構 好 切掉它的上面的這一個 這一個支鏈之後 再去進行所謂的槍化反應 好 然後最後合成一個 很重要的中間的合成的前驅物 叫做浴溪醇銅 Pregnenolone 好 那這浴溪醇銅 可以往下再接手 由這一個內子網裡面的一些 催化酵素來去轉化 好 最後去合成誰 Projection 黃體素 那重點來了 就是這一個 黃體素 是由膽固醇合成 一個很重要的中間 往下可以合成 兩大類 的這個類固醇荷爾蒙 好 第一大類是來自於腎臟的 好 腎上腺皮質素 或是腎上腺的 這個所謂的 好 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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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質的 這個 激素 好 叫Ardosteroid 好 逆尿激素 還有 再來就是另外一大類 叫性腺 荷爾蒙 像 雄性素 跟 雌性素 都是由 projection 轉化過來的 然後呢 雌性素又可以由雄性素 進行轉化 來進行深合成 一直告訴你 這個 這個 是一七合成的 幾乎在性腺裡面 你的性腺帶有 什麼樣的一個 的 效素 就可以去 guide 來 引導 這個系統 應該要去轉化出 什麼樣的 這個 酸酸荷爾蒙 出來 譬如說我們在 我們這一個 男性的 這一個 這一個 雄性的 這一個 性腺 當然它主要去合成 搞物童 是從誰來合成 projection 如果是女性呢 女性的這個 卵巢裡面 它會由projection 先合成 然後再 由 後續的 這一個 酵素 再把它轉化成 這個 磁二醇 雌性的激素 所以是說 齒二醇 是由 雄性素轉化過來 萬一 這中間的 酵素 如果缺陷 對不對 是不是有 女生 你身體裡面的 這個雄性素 會過多 造成多毛症 或是 一些所謂的 雄性的第二性症 也會跑出來 不是說 你的 你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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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結構跟人家不一樣 而是在整個的 代謝機制裡面 類固醇荷爾蒙 是很重要的 第二性症的一個 調控者 那 因為在類固醇合成的 機制裡面 雄性素 是必然的一個 前驅物 要合成 這個 直性素 是必然的一個 前驅物 所以如果要 考你這個地方的話 你要記的 重點是哪裡呢 projection 一定要記的 檔固醇 合成 projection 下游呢 再由projection 去合成雄性素 再殺蟲 最後再合成 持核醇 那 cortesol 跟這個 adosterone 是另外在腎臟 腎上腺 跟皮質跟水質 裡面去合成出來的 一個 一個主要的 內固醇荷爾蒙 也是由projection 延伸去進行 這樣的一個 conversion 好 最後會講到 檔固醇 這樣的一個 衍生的 一個固醇類 其實就會提到 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 這個東西是 人工合成的 固醇類 這種人工合成的 固醇類 要做什麼用 一定是跟 某一些應用有關係 比如說 運動賽事 合成類的這種固醇類 一般有時候 我們會把它 怎麼樣歸類成這種 運動賽事 你又要公平起見嗎 你不能去大量的 使用這種固醇類 來去增加你的 這個performance 你的運動的表現 所以 就會把它歸類在 一些運動賽事的 禁藥 這個類群裡面 所以illegal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這種 大部分的人工合成的 固醇類 都是 跟 我們的雄性素 Tesator 的結構 很像 它可以 我們這個 身體的一些 代謝的 爆發的一些 機能 讓你的這個 細胞的代謝 能夠永久的 受到 內骨醇調控 來去 保養 它的這個 代謝的一個活性 所以 Stenozo 這個東西 康利用 就是一個 anabolic 一個steroid 長的這個 結構體 跟這個 擋固醇延伸的 類固醇基礎 是很像的對不對 就是 它的結構 主要原因 就是在於說 它可以透過 化學的一個 合成的機制 拿擋固醇 當作一個基底 去進行轉化 可是呢 因為它吃到我們身體裡面 它要被代謝的 回路 有限 所以一旦它吃到我們身體裡面 常常有時候會 積存在我們身體的組織 很容易可以檢測出來 它不能透過什麼 把它轉化成 膽酸 或是其他的 膽固醇的一些 衍生物 把它排泄出去 對不對 所以這種合成類的 內固醇 除非有必要 要不然 通常不會 應用在 除了治療的 臨床上面的 其他的用途 其他的用途 OK 所以這個章節 就是 我們 這一個 這一個部分 就是這個 這個小時 幫各位做一個 結束 希望各位 休息一下 待會 下一堂課呢 我們繼續來跟各位 介紹下一個主題的部分